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为什么寺院的钟楼会供奉地藏菩萨 寺院里一般会在钟楼供奉地藏菩萨 将地藏菩萨安立在寺院大中之下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要从佛教基中的用意说起 佛在《增益阿含经》中说 若打中时 一切恶到诸苦 病得停止 地藏菩萨本愿誓语 则是说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因此 佛在刀立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时 主地藏菩萨长久注释 唯幽明教主 救济三恶到众生之苦 大中底下供地藏王菩萨 是遵照佛的教导 大中的出家师父一面口称 南摩幽明教主本愿把苦地藏王菩萨名号 一面打中 随称名号随打中 是三恶到一切受苦众生 闻中生皆得依仗地藏王的本愿辞力而脱离一切苦痛 由此可见 钟楼下面供奉地藏菩萨 寓意也正是度化众生早离恶到 曾义阿含经约 阿南即生讲堂 守执监制 并坐是说 我经基此如来信骨 诸有如来弟子重者 尽当普及 而师父说此祭 降服魔力院 除劫无有余 陆地基监制 比丘闻当即 诸欲闻法人 渡留生死海 闻此妙响音 尽当云及此 寺院早晚寇中 108响 寓意众生 能脱离108种烦恼 寇中的时候 畅念寇中计 一句一寇 以祈愿受苦众生 听闻终生之后 能够烦恼轻 智慧长 菩提升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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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